吃蟹的季节到了 台湾海鲜价格平易近人 但螃蟹便宜的到底多便宜 贵的金额又能夺高昂 你知道吗 今天来到万里渔夫市集 测测大家是否了解我们 蟹新人 今年到没吃到 只是来观赏而已 有时候就用欣赏的角度去看就可以 不一定说一定要吃到才算是满足到 应该是这样 我都到外面出去上班了 他们回来去找个弟弟拿螃蟹 拿起来他又带回去 我喜欢吃沙光 没有在上面 我喜欢吃三点蟹 对 通讯也蛮喜欢吃的 但好像也没有在上面 我自己本身我喜欢吃三点蟹 因为它的肉很细致 然后虽然它的蟹味没有那么浓郁 但是它的肉质是一丝一丝的 我喜欢那个口感 那一般消费者的话都是会吃花蟹 因为花蟹它们的肉质蟹味很浓郁 然后它的体积也比较大 所以它的蟹肉会比较多 所以大家都会比较喜欢吃这个 因为有些消费者 他们比较不会吃蟹 所以他们都会挑 比较大一点的螃蟹来吃 家里只有我喜欢吃 这一阵子天气不好 渔船出去的比较少 等渔船作业比较多的时候再来买 一次就买了十几只 这一支 这一支 哪一类的呢 二号最贵 我们家都八了 因为它不能卖啊 这个是陷阱题喔 现在这个餐厅的话 我们是算两的 一两大概是一百六左右 一两预算是大概是可以 抓在一万块左右 二号最贵 因为这个台湾基本上没有产 剩下如果要讲 讲到保育类的话 应该是八号 因为这个东西是无价 四号十号这个是因为 现在规定就是 每年的八月到十二月 是不能补捞的 它不能买卖 我就没有把它考虑在里面了 增价是被罚的剩下 这个也贵啊 多少 我们不吃啊 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 三十万 对 三十万 不会吧 真的 所以假如我抓到一支 可以卖三十万吗 看他们继续板子 让他们成长 这样就不会枯竭啊 我是在FB上有看到 政府有在宣导 就是说如果你看到有暴卵 有人在卖有暴卵的 或是把尾结给剥掉的 你就不要去买那个 很不错啊 那海洋才是永续经营啊 不然以后都没有螃蟹了啊 看来各位对于购买选择螃蟹 都有更深的认识啦 未来请大家务必配合法规 进补齐请勿购买 捕捞暴卵母蟹 一起维护海洋勇士吧 再见